明天早上 又得来一出大闹 我明天要是管教他 你要再拦着我 哪呢 那我下岗呢 这可是你说的 你说你这财迷 什么东西你都往家划了 这琴多贵 当时跟你说不能要不能要 非要 这下好了吧 出事了吧 我哪知道他们两口子 是怎么想的呀 旧的给自己儿子 新的给咱闺女 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 好人呀 人美中啊 每天下班回来得空 还教咱闺女英语呢 你怎么又蒙我呀 你不是说孩子的英文 都是你教的吗 那我学英语不也是为了教孩子吗 谁知道你闺女学得比我还快呢 我不得找个老师啊 这么聪明啊 你聪明这点还真是随我了 你明天把这钱给人还回去吧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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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 我们该睡觉了 我还想陪一会儿 听话 来 睡觉了 爸爸帮你睡觉啊 好吧 快来 爸爸睡觉喽 来 走 走 走喽 我睡觉去了啊 走 妈妈 我要钱 你先想想怎么过你闺女 这一关吧 这都是你的事 我睡觉了 哎呀 没中啊 我又错了 这这次这错误犯得很低级 都整片错去了 你说这么多年 在你的教导下我也没少进步 可是咋还老犯错啊 你为了我这是磨破了嘴 操碎了心 我都知道 哎呀 以后啊 再给林霞买什么东西 我 我肯定请示你 啊 全听你的 我呢 从思想上 也向你说的方向靠了你 努力地去 像你说的那个样子学习 林霞 我是你爸爸 你得听我的知道吗 那电子芯是人家的 咱得物归原主 你要是再瞎闹 我就收拾你 臭小子 你还敢撕我 你 臭小子 你别撕我 你 你 不是 你的 你的什么味 我的尿啊 你 我 臭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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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怎么着啊 哪哪哪儿 你拿眼睛喝茶呢你 这家子 消停了一宿 早上起来吧 孩子给你着补上 着补什么呀 这着补 小屠子 小兔崽子 你 这怎么干嘛呀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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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两口子 每周你打孩子呢 这孩子他知道什么呀 我没打 我没打 他打的 不是 不可能 大圣怎么可能打孩子呢 对 你说句话呀 是我打的吗 行了吧你们俩 别管谁打孩子 反正这教育孩子 但是你们俩得一个统一战线 才成呢 对呀 有理走不天下 无理蹭步才行 不能说棒打书孝子 美中你听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是什么呀 他就是一张白纸 是吧 咱们大人往上写字 写好了 那叫书法 写坏了就是废纸一张 咱老师这道理你应该懂一诗啊 是不能打一诗啊 再说孩子他是国家的未来 你们怎么能打国家的未来呀 你听听 你们真打呀 这 说句话呀 都说我呢 这小兔子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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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完了呀 你干嘛干嘛干嘛 你干嘛干嘛 不说不说不说 要你不因为这小兔崽子 我能去办所吗我 你进派出所赖他呀 我让你别买那电子琴 别买那电子琴 你非买那破手电子琴 我要我的电子琴 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进派出所了呀 电子琴是怎么回事啊 电子琴怎么回事啊 秦大爷就别问了 小天 这个琴呢是理想的 我们把琴还给她 妈妈是不是告诉过你啊 怎么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对不对 我没有拿是 美华阿姨送我的 对呀 这是美华阿姨送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为什么要还回去呢 这吃了的东西也不能吐啊 是不是 你瞧你什么意思啊 咱家的回事 有点多你畅畅 别跟孩子说说有的没的 她也听不懂 小天 等妈妈挣了钱呢 给你买一个比这还好的琴 咱们要个粉色的好不好 那这黑不拉紧的 咱不要的 你说买就买了 这大马哈牌的电子琴 贵着呢一千多呢 你买了咱家吃什么喝什么呀 日子不过了 我看你像个大马哈 咱俩刚才怎么吃过的呀 你曾经跟我对着办是不是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琴要是买了 咱这日子就真别过了 我也别吃了 爸爸也不吃了好不好 妈妈也别吃了 爷爷奶奶都不能吃了 还有救老爷救奶奶 咱们都不吃饭了 行不行 你俩别演了 还是把那个琴还给人家吧 爸爸 这个给你好 来 拿这个 我把这电子琴给人装起来了啊 这琴啊 你爸玩的 还没玩 那夏天怎么那么冬 是 优点都随妈妈了 是不是啊 完毕归照 快拿着 不行 不行 墙子 都送给夏天了 怎么能拿回来呢 不就一台电子琴吗 不是一台 是两台 我都听见了 警察把一台声抓走了 还拿走我的电子琴 你这个臭小子 舅妈 舅妈 你别拦着我 人家去 这不是我儿子 这是我爹 瞧瞧一个孩子 把你气成这样 他现在还小呢 他还哪儿懂啊 将来长大就好了 是不是 你瞧我们家强子 小时候多混 你看现在又不是挺好 我还成反面人教材了 是怎么着 你们干什么呀 不是 我们俩教育孩子 你们跟着裹什么乱呀 你们跟着裹什么乱呀 这我生的 我知道 三天不打他就上房接瓦 跟你们家的能比吗 你们家夏天 有强子天天在那儿教育 人见人爱 人见人夸 我们家俩大人都得上班 双职工 我们没那福气 李强 回家 来来来 快去快去快去 跟你妈回家去 快快 妈妈生气了 你劝劝的好不好 好吗 快去 你看我这是办 我 不是 你拿走 我就是给你拿走 行 你说你跟大伙瞎咧了啥呀 你有那能耐 跟我把理想管好得了 就是 我跟这儿管孩子 他们跟着瞎掺我什么呀 这一个个的 我告诉你 李大盛 理想能成今天这德行 你就煮饭 这院里人都是帮凶 这么大岁数了 不知道 灌子如沙子这个道理呀 你看他们家那夏天 那犯一点小错 全家人排着 对一个个的教育 直到孩子改正为止 怎么到他这儿 就不一样了呢 区别对待 那孩子跟孩子 能个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啊 理想差哪儿了 他不能改啊 我告诉你李大盛啊 金大妈那句话说对了 要想把他这些坏毛病全改了 咱们俩就统一战线 那就指日可待 你关上 不许动 妈妈 我误了 我今天再颁布一条 咱们家的纪律 从今往后衣食住行 全都得列表 按表实施 不敢买的东西 一律不许买 你上哪儿去 我上班去 妈妈 你抱抱我行啊 你这么大的小朋友 不能再抱了 自己走吧 但是我小的时候你抱我呀 你现在长大了呀 我再长大一点 那你就抱不到我了吗 好像是有点道理嘛 我都不能抱着电子琴睡觉了 你还是抱抱我吧 妈妈抱我 闺女啊 等妈妈 再努力赚钱 再攒几个月 妈妈一定给你买一个 大电子琴好不好 嗯 我要蓝色的电子琴 好 蓝色的 我也不知道我今儿是 是不是小心眼呢 刚胡美中就说那话 什么意思 什么叫他们家两口子得工作挣钱 他们没这福气呀 我就琢磨着他是不是说我们家强子呢 说我们家强子是无业游民 恶语伤人六月寒 你胡美中啊 肯定是早就心里看不上咱们家强子了 你说咱俩也是 他打孩子就打吧 咱们掺和什么呀 多余拦着 反正这孩子今天这话说的是挺过分的 你说自己把孩子灌得跟个小祖宗似的 这别人家孩子好了 他看着这事不舒服的是怎么着 俗话说得好 人比人得气死啊 货比货得扔 这俩小孩 你看同一天的生日 一块长大 一个天生一个地下 搁谁心里也不宣分 完了 金的妈 您哪 别往心里去 我就琢磨那一直 我儿子要是再不工作 再不挣钱 那将来难听的话多了去了 所以我今儿叫咱老几个 在这儿坐着 我想咱们就算是开个小会吧 我就想问问你们 当初我儿子他是不是刚下岗 他就想找工作来着 这事我记得了 关键他不是就是因为伺候 婉儿他妈和孩子 把我们墙子耽误了吗 没错啊 我记得当时咱们还计划来着呢 说咱们排着班的 是 咱们伺候玩他妈 你说玉京我这么一个妹 而且现在他除了墙子的饭 做完了吃 别人做完了他不吃啊 你说我们家墙子 他要是说这大半年的 他有手好闲 人在那儿好吃懒做的 也说得过去 他不是啊 这不是你们几个 这不是都瞅着呢 那我儿子那日子怎么过的呀 就天天的 伺候完这个伺候那个 哄完这个哄那个 整天你就瞅着他 我这儿子天天又 就这么点头发腰的对 你说哪个当妈的 瞅着自个儿子变成这样 他心里边能不心疼吗 不说 咱们不说 我干吗不说呀 我都恨死我自个儿了 我有时候我就真恨我自个儿 我心怀说我干吗 我非得这么教育我这儿子 非得告诉他 你宁愿你自个儿吃亏 你兵让别人去受罪 人家都说 一个女婿半个儿 你瞧瞧我儿子 你说有几个亲儿子 不能做到他这份上的呀 没有 就他那边边大那些小哥们 哪个不比他混得好 我有时候我就想我这儿子 我说他瞅着他心里边 他不难受啊 他 他有苦他说不出来 他天天自个儿忍着 今儿这个 俩孩子在那儿争那个 电子琴 他但凡手里边宽裕一点 他早给他闺女买去了 他 这不是打他的脸哪 什么都不说了 这事必须想着 李大向你说 咱们两个谁有福啊 我觉得啊 你比我有福 你看你呢 不用挣钱 你不用上班啊 动物园还花钱过来呢 伺候你 伺候你吃 伺候你喝 我呢给你收拾污藏 还得给你洗澡 给你按摩 娶媳妇生孩子 动物园都给你准备好 你用准备啥呀 啥都不用准备 你媳妇怀孕的时候脾气不好 我帮你哄 你媳妇生孩子做月子 我帮你伺候 你的孩子你也不用带 我帮你带 你这活呢 我全都给你干了 我敢摸着我的良心术 我很称职 可是我就纳闷了 你是大象 我是人 咱同是这个哺乳动物 这差距咋就这么大了 你说你们家 这家上政下下 这些个 个头又这么大 我都能整明白 那你说我们家我媳妇 还有我孩子 我咋就整不明白呢 难道是我媳妇 对我要求太高了 还是你们 对我要求太低了 我跟你说话呢 要不咱俩换了 你呢就李大胜 我呢 当你当相 说你晃到耳朵干啥呀 你心可真够大 你咋哭了 好 张师傅 晨晚呢 去车厂吃饭了 张师傅 哎 怎么样 就火了三坏了 我回头给你 上库房领两个 换上就行了 麻烦你了啊 不用了 没事 你这 你跑过来 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 妈炸了带鱼 都是中段 让我给你送过来 我刚吃饱饭 我们呀 食堂来了一个大师傅 做饭可好吃了 以后你不用给我送饭了 还能比我好吃吗 嗯 比你好好吃 行啊 你这吃饭都不带跟我打招呼的 你不是忙吗 车又坏了 那你天天当老好人 也没跟我打招呼呀 我可是为了孩子教育啊 那我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这孩子本来就跟我生疏 跟你亲近 这怀克电子情啊 怎么就好人就得你当 坏人老留给我呀 那我以后这饭是送啊 还是补送啊 你别懒糊了 你在家待着吧 行 司机的模范 人民的光荣啊 老公的我 我的过 可以 没吃啊 嗯 你去晚上人发车了 没赶上 他看着待遇太好了 他舍不得吃 说让我拿回来 孝敬你们老几位 趁热让你们吃了吧 还热热 我们吃完了 那晚上吃什么呀 吃池塘呗 人家单位现在效益好 雇了个大厨子 晚上肯定比我做得好 晚上也不是嫌我累吗 以后就吃池塘了 挺好的 省单折腾了 是吧 妈 行我 勾冰箱 晚上留着给我孙女吃 吃吧 回头我再给她单坐 这孩子 这是万丈高楼 湿了脚杨子江 段篮 崩周为甘哲 山鱼来封万楼 这是要出事 要出大事 你别拽了 咱有没有折呀 有啊 故有了花木兰 提福提总军 今儿有了金达玛 提儿子去送帆 行了 听人劝吃饱饭 走吧 反正 反正待会儿兑机会 咱们就得说啊 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呗 别管红脸白脸 反正墙子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爸妈 我怎么觉得 你比一天跑得比别人多呀 是 比他们多开一个早班 多开一个晚班 谁让你先进工作准备 你吃饭了没有啊你 黛玉 刚强主一回去我就说他来着 他说你一在那儿食堂吃 他就把这拿回来了 我说你这么忙 哪有功夫去食堂啊 要是错过了机会 那不就得饿着肚子工作吗 没有 他送来带鱼的时候呀 我正好刚吃饱饭 我说这么好的带鱼 就给爸妈吃 就给夏天吃 放我这儿都凉了 我还以为你们俩闹别扭了 没关系怎么生气 饭一定得吃 我们没闹别扭 没闹别扭 我就是这么一说 你以为我们生气了 没有 没有 是我跟你妈生气 生谁去 生强子去 太不知道心疼人了这孩子 这简直 不是 强子 他不是不知道心疼玩 他就有的时候 傻石上一根筋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 又是先进工作者 又是劳模 有多辛苦啊 每天把着那方向盘 沉着呢 我们可知道您有多辛苦 有的时候 我们就想这强子 你说说 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他也应该为你分担分担呢 强子也辛苦 那小孩事多着呢 都是他在弄 我就有时候想 男人他毕竟他是一家之主啊 他本来其实就不是 能够窝在家里的这块料 有时候我们俩就说 他明明他就是一只老虎 你非得把他变成一个家猫 就是他就不舒坦呗 我从来没有拦着墙子 去找工作 他要想去工作 他随时去 家里面这些我也可以 主要你妈 他不是离不开墙子吗 其实我们这四个老家 我们都能照顾他 我妈这人吧 他心里明白着谁对他好 所以就盯着他一个人了 你说你们两个人都上岁数了 还要再去照顾另外一位老人 再照顾小孩 这 这让我们怎么做儿女 我们反正现在还挺硬的 关键是我们也乐意 就算是我们不乐意 我们也得去管 我们不能让墙子 这么一大老爷们 在这家里变成一个使魂 是吧 一会儿说呀 你先说 干嘛我先说 你是女的 你怎么说 你拉倒吧 你别谦虚了 你是他们对小缘的 你这活生生下都能当随时 不是 说好的你先说的嘛 不是 你 你说 我笔话 你说今是个丢人 不行 我不说了 让我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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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去 你 这 这说 说好的 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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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舅舅常说一句话 说这男人哪 就跟酒一样 不怕放 越沉越香 好饭不怕晚 好牛不用敢 是这么说的吧 对 对 是这么说的 这个人结了婚哪 你这两口子之间 你就得相互牵挂殿念 你甭管外面有些人 挣了什么大钱了 当了大老板了 那没准都是一时瞅着好 咱甭管干什么工作 首先咱都是为这个家好 这下家庭好了 你在家做个饭怕什么的呀 光荣 如果说娃儿是因为你不工作 跟你发脾气 你告诉我们 你批评他 他这是不尊重你的劳动 必须得说的 如果说你在家里干烦了 你想换个新工作干干 你言语呀 我跟你舅舅跟你想办法呀 如果我们不行 我们给你求人家 对吧 老周 既然说你舅舅 没有什么本事 但是路子还是有点的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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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二位这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不是 晚上跟你们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 没错 是我们看着你们俩最近 有点不大对劲 这两口子过日子 这一个巴掌他拍不响 你这要我说 肯定是玩的错多 那你是不是也有考虑的 不周全的地方呢 那自古以来都是男主外 女主内 当然了 如果需要 你倒个个儿 完全可以 只要你们分好工 你就前两天 那胡冲人还说呢 说你看 那娃儿天天在外边忙 养家 工作 我当时我就跟那些 爱嚼舌根的人 我就急了 我跟他们说 你们怎么那么爱 别瞎操心哪你们 这舅妈给他们一顿好吃 所以说强子 把心放肚里 谁敢欺负你 到我们 我们给你撑腰 我撑腰 甭都跟那说人家强子 这事怨得着强子吗 也怨不着碗儿 都怨我 这老雷队 我有个爱我的爸爸 他高高的个子圆圆的 眼睛大大的嘴巴 他像猴子一样聪明 像蜜蜂一样勤劳 他会洗衣服做饭 还会给我讲故事 他们说我爸爸是我们家的 养老院院长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我的爸爸真的很棒 你撒谎我妈妈说你 爸爸是江东男 李翔 他是男子汉 你爸爸吃点饭 李翔 我爸爸是英雄 我站起来 谁叫你说的 李翔 我爸爸是英雄 我有个爱我的爸爸 他高高的个子圆圆的眼睛 大大的嘴巴 他像猴子一样聪明 像蜜蜂一样勤劳 他会洗衣服做饭 还会给我讲故事 他们说我爸爸是 我家里养老院院长 但是我觉得他是英雄 作为家长 别什么话 都当着孩子面说 对孩子教育成长没有帮助 知道吧 不 记着吧 那谢谢李老师 那我就先走了啊 行 好 李翔 走 爸哥不要吃大象 吃什么大象 吃大象 强子 童言无忌的这孩子 我回去好好收拾 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 我没往心里去 你啊 自己也别当真啊 那 那我先走了啊 行 夏天 咱也回家吧 走 吃软饭是啥 吃软饭就是 牙不好 要喝粥 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喝粥啊 嗯 吃软饭是不是说你不好 这个世界上啊 只有两种人会说你不好 那是什么人 第一种人呢 就是没你长得漂亮的女孩 第二种人呢 就是没你有本事的男孩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嗯 吃软饭 吃软饭 咱 我要问一下 k k a 我不是給我媽 那我唱錯了嗎 陳婉 我不知道了 你先去 在屋裡待著 我去找爺爺啊 好吧 你不是掛上 今兒區裡頭 到咱們這片檢查消防 你媽全程陪同 老周這兩口子 跟你說什麼了 我還想問你們呢 晚上跟你們說什麼了 晚上什麼也沒說 是我想問你 你說你這段時間啊 大男人能群能伸 我和你媽都覺著你是這個 可是我們 也特別心疼你 這早知道 晚上他們家 這麼耽誤你 這婚事當初就攔著了 行了 既來之則安之 強哥 這老話說 知子莫如 莫如富 如果現在沒有夏天 這事什麼都好辦 因為這孩子都這麼大了 不許瞎琢磨 我琢磨什麼了 沒琢磨就好 還是 你們琢磨什麼了 沒有我們就是我 摘菜 開心是一天 不開心也是一天 你瞅瞅你 這倆眉毛都快擠一塊 瞅什麼呢 還能瞅啥 瞅理想呗 我覺著活得沒意思 生容易活容易 生活本來就不容易 話是這麼說 我當初跟美中結婚 人家說我圖她北京戶口 還有說我是圖美中漂亮 更有邪惡地說呢 我是圖她的房產 我姐不漂亮嗎 漂亮 不是北京戶口 這房子不在這擺著呢嗎 那你圖啥呢 你說得都對 我全圖 我們倆呢 從結婚到離婚 到理想來到我們家 我才知道 我就圖理想這孩子 強子 你說我都一把年紀了 我能不灌著這孩子 但是把這孩子 灌成這樣 你說我這能不愁的話 你說你們家老老少少的 整天圍著你轉 你該幹不該幹的 你全幹了 我跟你說你從前可不是這樣 你現在這樣 我可真是沒想到 你就不愁的話 那我問你 你圖啥呀 我圖摸不軌呀 你可拉倒的 那我圖什麼呀 我感恩圖爆 這也不該是我幹的事 那你說我圖什麼呀 我怕我最後啊 是徒勞蜈工 降低 又卡著飯點來了 我今兒這韭菜 是不是就白摘了 別這樣 我們就搬你這韭菜合作來的 我那頓帥羊肉白吃了 你就不能勤回一回 翔哥 還真讓你說著了 包房根本都已經開好了 香月海鮮大點樓 走了 什麼日子呀今兒 大日子 今兒啊 有重要人物登場啊 彪的女朋友 從俄羅斯來了 今兒這頓讓我塞著了 得嘞 趕緊給娃娃打個電話 隱形不好 這哪個來著 這是開機 那打個聽丁 怎麼著 現在回去得給牆 把充電器拿來 餵 您好 找一下陳婉 傑娃 我咋看走道的時候 痔瘡犯了 傑娃就愛開玩笑 晚上就炒點芹菜啊 海鮮 姐夫也愛吃海鮮 不是 是你美中姐愛吃 姐夫別幹了 坐時間長開我痔瘡 走跟我去海鮮大小樓 去吧 我們也不差你 這一隻皮皮蝦了 你真說話真逗 我們家也不差 你這一個螃蟹 是我電話吧 是雙電話 接過 喂 伯二 彪子跟三二玩 先請咱們吃頓飯 人家包房都訂好了 咱就一塊兒去吧 這前兩天剛吃過嗎 又要吃啊 沒事你就來吧 咱們在吃飯地兒見啊 香月海鮮大酒樓 這個 雖說今兒我們不結帳啊 但是我得代表我們全家 敬咱們外國友人 來 歡迎來到北京 您好 你看看這中文說的 好著呢 強哥我跟你說 你是不是知道 他對這中國話的熱誠勁 是徹底融化了我 否則我們倆不可能在一起 把你打動了 哪兒 走心呢 他就是啊 我們今天吃飯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我再一次給你隆重介紹一下 我身邊的這位美男子 行了你別介紹了 記住了強子哥 幸福里胡同上的強子哥 不管我跟三兒 在外面多風光 只要回到幸福里 強子 是我們倆永遠的大哥 今天的搶得更了不起了 幼兒園園園長 敬老園園園園長 負科級代言 合著 我只在幸福里好使是吧 那是您樂意談家護院的 要是跟我們倆一樣 有拋架捨咽的尿性 那混得肯定比我們倆強 就彪子這樣的啊 都領一黃頭髮 藍眼睛的回來了 你看人過得多好啊 這姑娘哭著喊著要嫁給他 唉 彪子 聽說你那老丈人 能陪嫁一座莊園啊 三個 但根兒沒有 我能管我老丈人要東西嗎 瞧了 那咱們就成吃晚飯的了嗎 你們以為這軟飯這麼好吃呢 你得有本事端得起那碗 你別管是誘人員長 還是養老院院長 那割古代 割在宮裡 那就是總管 我們全家老老小小 吃穿用度都得我來定 那叫護部 逢天過街咱得送禮啊 誰管啊 我呀 那叫禮部 老姊兒要是吵架 因為雞毛蒜皮的事 沒完沒了在那兒爭來爭去的 我得平衡 那叫力部 你說這個 要是有人欺負到咱頭上 我得出面吧 這叫什麼 兵部 還有呢 家裏面要是什麼水管壞了 冬泡壞了 螺絲刀七七八八的 咱得修啊 那叫公部 孩子馬上要上學了 我現在教他學英語呢 上書房 你們以為這麼多人的工作 好幹嗎 我一個人幹的 這叫本事 這豪華軟飯你們吃得起嗎 吃不起 這古話怎麼說來的 君為輕 社稷次之 民為貴 懂嗎 在我們家 碗就是我的天下萬民 割今兒這流行時尚化 叫全世界 得嘞 強子 你是被碗徹底改造了 現在是不光能做好內務 幹得還風生水起啊 那看你這樣 是不打算跟我們倆同流合污了 熟不熟光 但眼不前明擺著 人無錫凱 人那樣在深圳都混出 人魔狗羊來了 馬兒 咱強子可比他強多了 我覺得強子要肯出山 那肯定風生水起 嗯 你說得對 我們家強子是個老嬰 怎麼能被我們 捐在家裡呢 對吧 對呀 不是強子這樣的男人 你讓他在家裡做飯洗衣服 帶孩子 您這不是遭點好東西嗎 我們先說好不是我讓的 我不是什麼東西啊 我最多就是一條魚 碗就是我離不開的水 三兒來給我碗上 為著這個魚跟這水 強子 姓我呀 對呀 強子 你這條魚 得感謝碗這水的養育之恩 而且咱滴水之恩 永泉相報 謝老師能不能水煮魚 謝謝 瞧瞧啊 這魚啊 最後還是讓水給煮了 能料點別的嗎 你們真是一般好兄弟 你們真是一般好兄弟 但是我們結婚六年了 跟他過日子的人是我 我最能看見強子的好 那會兒為了給我湊學費 強子下過了沒有 給我們家買過一個電視機 滑子啊 跌了六年了 我們家強子 真的是 跑遍了大半個中國 我媽現在還病著 都是強子一個人照顧她 一日三餐 一時起聚 還有我們家這閨女 從出生到現在 沒讓我插過手 說這些呢 是想說 我們家強子 就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要不然你們這幫兄弟 發了大財 帶著這麼漂亮的外國姑娘 回來第一件事 就想著把牆子 從這水深火熱的日子 當中拉出來 你說這個媽呀 你又把話說完 你說你那麼好的一條魚 放在這開始裡頭 煙燻火燎 再加點佐料 烹煮油炸 你是不是覺得這日子 也有一些水深火熱了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婉兒 我們真沒那個意思 今天我也來說說我的意思 六年來 我們家李強同志 勤勤懇懇 兼兼頼頼 為了打造和諧友好的 五好家庭 在他刻苦努力的付出之下 我陳婉兒同志沒有後顧之憂 所以拿到了很多的榮譽和先進 鑒於李強同志 這麼辛苦努力地付出 我陳婉兒作為妻子 有責任有義務 也應該讓她 往更高更遠的天空上去 天高任鳥飛 還廣闊平一躍 今天呢當著你們面我表個態 從今天開始 李強 你想幹嘛幹嘛 我支持你 李強你這話說的 怎麼了 七年 我沒有去過飯館 她說七年沒有在這麼好的飯館吃過飯了 中國好 我在中國吃了好飯 她覺得中國特別好 在中國吃能吃到這麼好的飯 我的父親這麼壞 她會回國告訴她爸媽 他們會嫉妒我的 她說 她的爸爸 我聽懂了我聽懂了 你多吃點你得多吃點 你快快快 謝謝謝謝 給人家了給人家了 我不是吃鮑魚嗎 爸爸給你家了 鮑魚是啥 鮑魚就是暴脾氣的魚 跟你媽一樣 來喝湯